哈喽大家午安 不曉得您吃饱了没 还是在睡午觉 希望没有打扰到您 那在这边呢 属群阿姨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就是圣诞节之三 那之一呢 就是之前所发的 昨天发的圣诞红 三个小时之内就秒杀光了 那那个圣诞节之二 就是说替那个养心店的火锅 就是要大家来吃火锅 抽LV 那就是三 三呢就是今天要讲的 这个有点紧张 这是去年没有办 就是属群阿姨要陪大家过圣诞 那大家 我待会会跟各位 大概来讲一下这样子 其实每次到了圣诞节 那属群阿姨就会 就是跟以往一样 会请好多好多的 志工妈妈 志工爸爸 哎我糖果咧 拿个集包过来 就会啊 很认真很认真的哦 把最好吃的糖果 然后呢包好 那会到学校呢 送给小朋友 嗯这样子 那上面卡片啊 就是属群阿姨 都会这样特别 祝小朋友圣诞节快乐 然后还有属群阿姨的手机 那昨天发完糖果 属群阿姨 已经接到很多小朋友的电话 满可爱的 嗯 那糖果呢 各位爸爸妈妈放心哦 每一个糖果都是大牌子 大品牌的 那我们就会挑了五种小朋友喜欢的 那有生育牛奶糖啦 还有QQ糖 七七卤加巧克力 还有那个BB糖等等哦 那就是要给每个小朋友 这样子有一个天天秘密的圣诞节 好 那再来呢 我也会在圣诞节的时候呢 会特别哦 就是找一些比较厉害的单位 然后来做表演 那其中一样呢 就是会让孩子来写这个 祈愿卡 那待会儿属群阿姨会教各位怎么写哦 那其实祈愿卡就是说 其实以往大家都会 就是准备很多的摸彩品 然后抽出来给小朋友 或是给大人 那其实不见得是会孩子喜欢的哦 所以呢 现在我阿姨这么多年来 就是请孩子自己写愿望 那很多小朋友就会写很多 比如说他想要皮卡丘的书包啊 或者是Hello Kitty的书包 或者是他想要一双布鞋 还有人说他要内裤 那有人说他想要一台消防车 然后他们就写五花八门的 还有人会说他想要买哪一本书 或者是文具用品 那有人要买图书礼券等等 那书群阿姨一定会 努力的帮这个孩子完成他的愿望 所以呢 写这一张写得很精准 然后呢 字要让阿姨看得懂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之后呢 我们就会帮各位的 这个愿望的东西买好 会在一月十号呢 送到就是这个学校 所以呢 拜托大家 一定是要在领口的幼稚园 国校 国中 高中有没有啊 有 我还有高中 好不好 那我们就会呢 把礼物送到学校 然后亲自交给你 好不好 OK 好 那还有什么 各位特别讲的呢 这待会怎么写 我再来跟您说一下 好 那我来讲这一次活动的内容 来 就要站起来 因为这张有点大张 来 各位看到 一样哦 书君阿姨陪你过圣诞 那这个活动呢 因为经费非常的高哦 那看下面这边 除了有就是我们 侯友宜侯市长有 帮我们赞助一些费用之外呢 那我们这边啊 还有好多单位来帮忙哦 那包含这个活动的表演内容 那另外还有祈愿卡 那总共帮忙的有 大都会客运 台北客运 台北客运 还有郭仁豪属书 李耀明属书 黄国杰属书 还有范炳峰属书 另外还有杨振宇属书 彭志祺属书 蔡家福属书 还有我们卢珍珍阿姨哦 还有刘世南属书 另外还有我们最重视教育 林口教育基金会 那当然还有属君阿姨 自己本身哦 那我们就希望把这个活动呢 办得更精彩 更圆满 那时间呢 看清楚哦 来 12月21号礼拜六哦 那整个表演的时间呢 是在6点45分正式开始 那开场呢 就是由我们最棒的 投护国校 那他们的合唱团 会来进行一个演出 那接下来7点准 准时 那我们就会由 我们台湾特技团 也就是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的 这些伙伴们呢 来进行表演演出哦 那整个活动呢 预计在9点左右会结束 那结束之后 阿姨就会发这个包好的糖果 那另外呢 地点在哪里 看到了吗 林口运动公园 这是最标准的一个场地 阿姨每次办活动哦 就会在这个地方 那当然有人问我说 要不要收费 当然不用 这是为各位准拜的 圣诞节活动 那这一次呢 这个演出呢 叫做爱立铺的奇境梦游 那里面啊 阿姨在DM上面都有做一个 大概基本的一个简介 那待会啊 出去阿姨就带各位 去扫一下QR Code 那你就可以看到 他的一个演出哦 来QR Code的部分 我把手机准备好哦 所以呢 线上的各位爸爸妈妈 爷奶奶 或者是家中的孩子 你们呢 就把手机拿出来 然后扫这个QR Code 您稍等哦 然后就这样子 扫这个QR Code 你们看到 扫了QR Code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他演出什么呢 等他跑一下 让他跑一下 让他看清楚 这些啊 都是非常硬抵直的 谣言者哦 然后包含灯光 舞台的一个设备啊 都是非常非常的豪华 然后呢 如果各位想要参观呢 就是先了解 他的一个部分的一个影片哦 那就可以扫这个QR Code 然后就有这些画面 好不好 那当然这个活动啊 老少皆宜哦 他并不是说只有 就是说 呃 大朋友才适合 或小朋友 每个人都是很适合的哦 好 那阿姨这边还要特别 写一下这个地方 来Q一下这个地方 会不会有点反光哦 就是我刚刚讲的 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 帮各位小朋友 准备这个祈愿卡 那跟各位报告哦 祈愿卡的部分 你就要六点开始来排队 现场写哦 那阿姨会帮你们准备帐篷 等等哦 来 怎么写 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所以要请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在家里啊 先跟孩子沟通一下哦 看他们想要什么 那或许他们是很神秘的 但是要告诉他们怎么写 这边会看到哦 有写得很清楚哦 我们呢 如果您填现金 我们是没办法给您的哦 就是要您想要的东西 然后不能重复零卡哦 那如果资料不齐全 或者是你写的东西 我真的完全看不懂 或者有一些写得比较不文雅的 我们都是作废哦 这样好不好 好 那现场我们会帮各位准备 就是原子笔来填写哦 好的 那当然有人在说 那可以写多少钱 这是阿姨的心意哦 还有很多叔叔阿姨的一个心意 所以呢 我们一张以不超过五百块 为原则 这样好吗 有没有听得懂 有没有听进去 好 有哦 来 那再就看到我的愿望 这边就写一下哦 看你想要什么 然后还有就要写你学校的名称 比如说 什么幼稚园 几年起班 或者是什么国校 几年起班 那你的大名 好 当然这边有班级了 然后还有就联络电话 那小朋友可能没有手机 那可能就要留爸爸或妈妈的电话 或者是爷奶奶 那这边有一个叫做原梦者的电话 这边拜托好不好 你们都不用去写它哦 阿姨这边就是会帮你们写 这个礼物是谁送的 那之后呢 拿到礼物 1月10号的时候呢 就要协助小朋友 打电话给这个原梦者 跟他说声 谢谢叔叔 或谢谢阿姨 我是谁 然后让他们知道 我们领口的宝贝啊 都是非常有礼貌的 好 那我的愿望 嗯 那我就想一下咯 我的愿望 我希望有一个 嗯 嘿 我想要什么呢 我想要一套文具用品 一套 无 印 一套文具用品 这样子 这样也可以哦 或者你可以写说 我想要一个 Hello Kitty的书包 或者是要一个 溜溜球 或者是一个 培林 嗯 都可以写的 好 那学校名称 那淑君阿姨是 林口国小 毕业的 我就写 林 口 国小 当然你现在写 你自己现在的学校了 OK 好 然后名字 蔡 淑 君 嗯 然后呢 班级啊 我之前呢 是读六年八班 那现在看你读几班了哦 那我的电话 这样同学会了吗 你千万不要超属君阿姨哦 这样就没有办法送到哦 好不好 OK 那我们呢 活动时间再次讲一下 是12月21号 六点开始发祈愿卡 总共会发一千五百份 那会在一月十号前送达 千万不要每天都能打电话 问我说 什么时候礼物会收到一月十号 这样知道吗 好 OK 那我们再回到这边 那当然了 如果大家愿意帮数据阿姨 分享这个活动啊 那我们就会在 嗯 活动是21号结束 在21号 六点 六点钱 大家帮忙分享加按赞 那我们会抽出这个 黑金公的哦 黑金公的花生 然后呢 吃了这个花生 就是祝各位好事会发生 好不好 来抽出这个 总共会抽出18包 好不好 一个很好的数字 好 那就帮忙数据阿姨分享咯 这样还有没有什么疑问 不了解的 那天是不会下雨的 各位放心 我们一起 三岁以下 有吗 嗯 要有幼稚园 要有学校 或者是您的孩子呢 是在读哪一个 公托也可以 因为礼物一定要送达 才有办法 嗯 那现在还有什么问题 要问的 没有 就这样 没有 大家都听得懂 对不对 阿姨这次讲的真的非常详细 再次讲哦 如果你想要看演出的内容 手机拿出来 扫一下QR Code 或者是用相机就可以连结 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团体 是我们国立台湾戏曲学院 那当然再次谢谢这么多的 叔叔再扫一下 这么多的这些叔叔阿姨来帮忙 所以呀 小朋友拿到礼物 一定要打电话 跟他们说谢谢 这个是最有礼貌的一个展现 好 OK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 就打来服务处 或在下面留言 再询问咯 好不好 一起期待 12月21号 晚上6点的到来 然后那天如果天气稍微冷一点 那自己的爸爸妈妈也奶奶 帮孩子戴个外套 我们一起陪孩子过圣诞 拜拜